大家好 歡迎收看《轉角得用》 我是主持人徐國勇 今天初六 吹蠟 開工 祝大家順利 大家都大賺錢 廣中大賺錢 錢都有存 不過我們看到立法院 今天當然開工了 所以職員 幕僚也都上班了 但是還是沒有看到韓國瑜的身影 奇怪 開工第一天 照說是要拜拜 所以你看以前王金平 開工第一天他再來要分紅包 開工那一天是要分紅包的 在立法院以前是這樣子 結果他今天沒有來 所以我們立法院的員工職員 減一個紅包 也不要那麼省 不過看到國民黨團 這個時候磨刀霍霍 要連署召開臨時會 也麻煩了 臨時會是修會的時候才有臨時會 請問現在是修會嗎 立法院剛剛開議 現在不是修會 竟然說要召開臨時會 要求陳建仁院長 在17號來進行有關瘦弱金事件的專案報告 還說如果開不成 要背個施政報告 這真奇怪耶 17號跟20號差三天 哪有差那麼多 還有大家想一下 朝野不是已經協商完成在20號嗎 這個時候國民黨把朝野協商20號開議 把他翻掉 聽好喔 現在不是修會喔 是第一次會集 第一次的開議 是我們的韓國瑜院長 他所協商的 結果國民黨把他翻拌 國民黨是跟韓國瑜有仇嗎 為什麼要打韓國瑜的臉呢 提前三天來開臨時會 又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要問 到底哪一個黨比較有在做事 還是是在作秀 在這個時候 看到國民黨要開臨時會的目的 是要把瘦肉精的這一件事情要專案報告 不過從我們的節目 包括昨天大家知道 瘦肉精的風波很奇怪 所有的肉 幾千包幾萬包的肉都沒有問題 就只有他那一包有問題 他那一包我驗了二十二次 有問題的 驗一次兩次就夠了 為什麼要驗二十二次呢 為什麼同一隻豬 其他的肉你不驗 就是要驗這一個 所以呢 大家看到了 盧秀燕希望趕快把這件事情翻頁 讓他平息 結果國民黨反而要陳建廷專案報告 會不會讓想翻頁的盧秀燕 反而更加尷尬呢 這個時候是不是 國民黨內部有內鬥 在這裡面在做文章 開始有人在懷疑這個了 還有看到台唐曾經要求 盧秀燕台中市政府 對於同批的豬肉 你既然驗出這一包有問題 那同一批 同一隻豬 其他的你也驗一下 看看有沒有問題啊 台中市政府拒絕 為什麼驗來驗去就是驗這一包 所有的肉也只有這一包有問題 這像不像千面人事件 所有的飲料都沒有問題就只有被污染的那一瓶有問題 而那一瓶剛好就被台中市政府拿出來驗 剛好就驗了二十幾次 這怎麼回事呢 另外昨天是情人節 蔡壁如在他的臉書寫下 願你我有情有義山高水長 大家說你是來跟柯文哲喊話喔 引起了政壇的一個遐想 所以大家想 如果跟蔡壁如能夠山高水長 有情有義幾十年 請問放諸整個政壇只有一個人 那個人叫做柯文哲 可是這個時候 當蔡壁如講出了這個話 應該是在向柯文哲喊話的時候 柯文哲的小草出征 出征罵蔡壁如 所以換句話講 那這裡面的關係就奧妙囉 是不是蔡壁如跟柯文哲的關係回不去了 因為柯文哲說 這個蔡壁如如果回來的話 他的強勢會讓民眾黨死貴平的人 再看這個時候 陳佩奇後宮講話了 他說如果沒有黃珊珊 民眾黨早就紛紛離析了 這個講法剛好跟蔡壁如是爭鋒相對 那這下子可好玩 這些議題應該怎麼來觀察 所以好好投入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我們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立法委員 我們的莊烈熊 宋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來我們的立法委員蔡宇 宋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台北實議員洪建議建議 宋哥好 大家好 我們的資深媒體員陳總好 董好 今天我是盧姨 我們國民黨前中常委 我們的田芳綸 部長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新年快樂 我們的政治評論員宇玲玫玫玫玫玫玫 大家心裡快樂 看一下 國民黨立院黨團今天連署 要求成歸十七日 進行瘦肉精專案報告 人家盧秀燕就不想再談了 你偏偏要談 這是不是在打盧秀燕的臉呢 盧秀燕要翻頁啊 這個時候他又說 臨時會如果開不成 揚言杯葛施政報告 所以換句話講 其實藍軍本來就想 施政報告來杯葛 是不是在找一個理由而已 在找理由要來杯葛施政報告 這才是他們真正的想法 看個相關報道 新春開工第一天 行政院會議程滿檔 尤其年前爆發的 台湯豬肉風波 相關部會春節沒打烊 啟動素顏檢驗 端出調查結果 達到了2月11日 累計706件 扣大檢驗的樣本當中 多位檢出有乙型受體素 確認國內豬肉供應鏈 沒有受到污染的風險 儘管報告顯示 台湯豬事件是單一 檢體問題 但政院不敢大意 請衛武部和農業部 邀集了相關的學者專家 來盤點 弱品檢驗在各採集 還有操作階段當中 可能的污染風險 以及進行 少量輸入 西木特羅流向的調查 以釐清事情的真相 不過在野黨磨刀獲獲 原本年前朝野協商都同意 2月20號開議 邀行政院長施政報告 並被質詢 不過國民黨團卻在15號 發起提案連署 邀在16號朝野協商 主張17號開臨時會 邀請陳建仁來報告 受弱金爭議 否則杯葛開議施政報告 17號我們希望能夠開臨時會 我們今天會把黨團 所有成員的連署送到院會 並在明天由韓院長 來正式召集 朝野協商 現在就是2月到5月的常會期間 並沒有召開臨時會這件事情 憲法請搞清楚 那他們硬要這樣去連署 為了他們在開議之後 來杯葛陳建仁院長 順利上台施政報告 一個政治操弄的理由嗎 邀在野回去修憲政客 綠委還爆料台糖豬肉事件 問題根本出在台中市長魯秀燕 洪山漢秀公文直指2月7號台糖 曾行文給台中市政府 希望再檢驗與驗出西部特羅 同P號的梅花肉片 卻被拒絕 我們很想問盧市長 你是不是只想賺了政治聲量 就想一走了之 對此台中市府透過實安處回應 台糖主動送宴的產品 不符隨機抽驗原則 建議中央協助台糖自行送宴的肉品 另下第三方公正的實驗室檢驗 所以看到國民黨說臨時會如果開不成 南軍揚言要杯葛施政報告 所以杯葛施政報告才是目的 至於開不開臨時會根本就不是他們要的 應該是這樣子 不然17號跟20號有什麼差別呢 大家再看 台糖瘦肉精爭議不斷 開臨時會的目的是要報告 瘦肉精的專欄報告 問題是盧秀燕已經翻譯了不想談了 因為這件事情傷的盧秀燕傷得非常重 所以陳建仁說國內豬肉供應鏈沒有污染的風險 續追台糖肉片瘦肉精的來源 專家小組將開會釐清三大面向 所以從這裡來講 大家看到了盧秀燕要翻譯 國民黨偏偏哪糊不開 提哪糊 委員怎麼會這樣 我覺得這很可憐 怎麼說很可憐 我們韓國瑜今天是怎麼沒上班 你們韓國瑜喔 我們韓國瑜院長 你看看 他本來今天是要去開工 跟立法院那些完工發行報的 議會邂逅朝野協商 大家在說當時要開 2月1號報到 2月5號大家在協商 協商料 說要20號那一天開議 要開議就還沒開始 什麼臨時會 臨時會是在說 就都收費了 要來臨時會 你現在不是 你決議20號那邊開議 2天前就說要開臨時會了 為什麼韓國瑜今天 閉面都賺錢 他說我邂逅給你們開 你們長13號就說要開臨時會 這樣韓國瑜以後 召集的朝野協商 洞頭都要8天 8天 8天 一個禮拜多一天 他有一個藝廟 就有大家炒會 社長問一個政黨都說好了 20號開始開議 你現在說那沒算 不要啦不要啦不要開議啦 我們先來臨時會 你到底是在開什麼玩笑 這包肉 我想大家都很想要了解 你不要說那隻豬 用來你說那隻豬 我真的有很多豬 我心裡很爽 大家豬肉吃得很好 過年時又沒辦法 你想說用來我們來 創一趟公豬就好 我們這個公豬創一萬包 九千九百九十九包 美意全國國地 去往贏到一包說 你那包公豬有問題 簽名人 陷阱很有可能 簽名人事件你會給我 當然 簽名人事件 有一包那包鋁箔包 用注射筒把它注射 獨油進去 叫他說 欸 怎麼怎麼 當然我們我們不是說 台中市政府去打這個藥 不是 而是說怎麼那麼巧 就你那一包有問題 其他都沒問題 政上我台中市政府 台中市政府說一萬包 同一批 公豬還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包 沒有 再來那個藥 監獄 還買兩包回去檢查看 這樣不得對 一般人老闆事件都不得對 那為什麼到最後 這件事情大家不講 大家也知道說 那包有 好啦 算你很辛苦啦 你檢查二十二次了 中央會去驗那一包 咖哩就創一包 創一創一創 有當然就是有了 但重點就是說 大家有一個余力也不好意思講 怕打擊到基層的公務人員 就說好啦 檢出來就算了 好家在是個案啦 別包還檢查都沒有 好 不是系統性的 但我覺得真正要把它解決的話 實在是 應該是 你又馬上司法 待會兒再跟他說 好 中央在打壓地方 我地方驗出來以後 中央發動檢調 說我哪包有問題 現在又怕被騎 不然這樣啦 如果很好 我就是台中市政府跟中央 把這個整個流程 大家再跑一次 讓大家 中央地方 一起來做行政調查 你每天在看這包肉 要賣二十號來 二十號當年也很簡單嘛 二十號也很簡單 不然這樣嘛 二十號 你要開醫那天要施政報告 順便專案報告擺前面 也可以啊 就解決掉啦 為什麼一定要提前三天 提前三天就代表 我們他就沒有動頭 你的草野協商 你的草野協商 就是八道的效力而已 育宇 你也是個資深的立委 我也做給立委啦 這一天是開工日 在立法院所有的慣例裡面 立法院長這一天一定要出席 為什麼 一定要上班 為什麼 問紅包 一天嘛 一起啦 甚至碰到委員啦 黃金平碰到委員 害外界委員紅包 碰到記者 也害給記者紅包 這個董哥一定會拿去啦 所以發紅包的日子 竟然 咦 我們院長不出來 是氣死了嗎 我今天早上來 早上來的時候 我們嘉義管政府 包括我們的議員 我們管長跟議長也是 開工嘛 所有我們管府的原工 議員 董寧 也都是本紅包 但是這個開工日子就代表說 哇 大家過年收拾 現在開始做工作 總是一個火器 就表示說 今年這樣有戰鬥力 韓國瑜 我想說 他應該 以韓國瑜的個性 這種開工大家發發發發的氣氛 韓國瑜很喜歡啊 他最喜歡的就是這種喜氣的氣氛 他怎麼今天不敢 你這本紅包是會換那個的事情 本紅包 而且這紅包就是 有編列預算的 就本給大家 那紅包也不是賣他的錢 一萬年的錢 這是他的第一年 第一次以立法院長的身份發紅包 哇 那個何等的喜氣 第一次立法院的職員 第一次立法院的職員 在開工日沒有拿到紅包 第一次 剛才剛才這次 所以我想 剛才我們專業上說 我覺得真的有得力 韓國瑜這是一個 生懵氣的表現 因為你看整個國民黨的東團 那他就已經割餘了 就是22號開藝 結果現在你剛才聽說17號就要開藝 這17號開藝的 既然是為了這個瘦肉精 這個西布克羅 這個西布克羅 基本上在過年前差到這樣 差到這樣 大家都在討論 結果討論出來就跟那一包肉 我說第一時間 事實上他們發現的時候說 是在這個在我的宣庫 最最爛爛的畜牧場 台糖的畜牧場 發現了有這個西布克羅 大家很緊張耶 台藤很多人都是在我們在地的人去做工作 說哪有可能呢 我們大家也照去港來 哪有可能去發現了這個瘦肉精 西布克羅 在這裡對台藤來說 台藤那個是國營事業 所以他們養的豬隻都是在做調節用的 不是說真的 所以他們沒有這個動機之下 我也會覺得台藤他用瘦肉精 這個不符合我們對台藤的一個了解 然後他們也都積極 說這個地的毛髮啦 雪青啦 甚至他吃的治療 全部都拿去淹 淹就都沒有 結果 下降也都說那包 那包已經淹二十二次了 然後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縣市 大家擴大辦理 講我們那裡也說沒有 給他 審託也說沒有 大家都淹出來都沒有 結果台藤還二月七號 發文給台中市政府 發文給他 大家說 不然這樣 我們港匹的 這些豬肉 都拿去你們台中市政府 你們在那裡 可能比較多淹 大家淹沒有 不然你們再淹一次 結果他台中市政府拒絕耶 他說不要啦 不要找我們淹了 你去找第三架 只要去包這裡有而已 爸爸都沒有 他都不敢淹嘛 他都不敢淹嘛 好 所以這不敢淹 這現在問題是出在台中 結果你國民黨黨團 用這樣的一個理由 然後說要來開林事會 我說第一次 他對盧秀燕 盧秀燕想要下車 你不說下車 第二個韓國瑜漏氣 所以我覺得國民黨黨團 現在大概跟他們 立法院 立法院長 臺中市長 未來最大的諸侯 看起來 這樣怎麼有新潔的感覺 董好 這個國民黨黨團 是跟我們立法院的 職員有完成嗎 人家今天是領紅包的日子 你以前做記者 你也不領著 今天是反反實實 這天又符合韓國瑜的個性 讓我開心這樣對不對 結果韓國瑜今天沒來 沒分紅包 國民黨說要開林事會 這林事會也莫名其他 林事會是修費才有林事會 現在算修費嗎 立法院第十一屆立委的第一個會期已經開始 二月一號爆到那天就開始了 現在是會期期間 那是開議前 所以這很奇怪 然後呢 他們的專案報告竟然說是瘦肉精 盧秀燕要下車 好不容易翻譯 找了一個太壁爐 來當他們的市政顧問 終於把議題給移轉了 現在國民黨又把它移轉回來 哪有比較聰明 我看不見 你看不見 我看不見 我不曉得國民黨在幹嘛 因為今天很好玩 開工 大家都會辦提工 然後企業界其實 大家都會再發一個小紅包 開工 兩百塊也好 不管啦 大概就是沾個喜氣 對嘛 我們韓國瑜韓院長 果然與眾不同 第一次當院長就開出了 這創下首例 第一個例子 開工日沒有 人不在立法院 我告訴你 開工日在立法院 我們受了解 從來沒有在開工日 拿不到紅包的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因為一定沒條例嘛 所以這個發生什麼事情 沒人知道啊 他說另有行程 你也不好的事真是假 然後我們這個小副 副昆琦副委員 就馬上提出二月十七號 我第一時間看到講說 為了西伯特羅的事情 要開臨時會 要做專案報告 陳建仁作為隔魁 在立法院做事任總質詢 做事任報告 說難道不會提這個事情嗎 一定會準備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初 當初朝夕鮮商 你就支持那個黃國商 二月十六號就好啦 明天就開議啊 不用講那麼多啊 我也搞不懂 傅昆琦在想什麼 就是你把過年前的副昆琦 大家也在講的 盧秀院看起來明天要翻頁了 過年前吧 最後 因為那時候很多節目已經 已經是錄特別節目了 我們就沒有在談這個西伯特羅 我記得盧秀院最後最後過年前的時候 還講說那是個個案 他都承認是個案 他說是個個案 他講個案就是要翻頁嘛 他不想再 就是說為什麼是那塊肉是個案 整批豬肉 不知道啊 不知道 然後你這時候又拿出來 那盧秀院又要面對了 我看不懂國民黨在幹嘛 是國民黨 難道傅昆琦這位總召 不想要讓盧秀院翻頁嗎 是總召跟盧秀院有仇 搞不懂啊 我搞不懂國民黨的邏輯是什麼 我說實在的 因為國民黨在現在是國會第一大黨 你要訂什麼時候開議 都適在你啦 因為你最大嘛 你人最多嘛 你再把柯P那八票 輕輕的 什麼事情不行 你要什麼時候開議都可以啊 你要你要陳建仁提早來報告 也可以啊 就提早開會嘛 那當然立法院這些員工就辛苦一點 可是我我完全看不懂 就是第一個 韓國瑜怎麼會今天沒有沒有到立法院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今天立法院所有的記者都沒有拿到紅包 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 因為重點是不是沒有紅包是沒有過這個例子 以往從我認識的是王金平 留松本來的時代我沒有跟到 有啦 那時候都有 反正每一任的立法院長開工那天一定在 你不會在立法院開工那天看不到院長 這是一個特例 然後國民黨呢 你下禮拜二就要開議了 然後你要六日一提早三天 當然這個禮拜六因為是補班 但你如果要這樣出來你乾脆就禮拜五啊 明天就好啦 幹嘛空一天 所以啊 所以邏輯看不到邏輯 邏輯看不到 董哥說看不到你的邏輯 你們還沒通通一下賓家幫 他為什麼在修理 修理你們的院長嗎 修理你們的市長嗎 我覺得今天副總召他講這個東西 其實提專案報告 或者是把這個事件就是說 要求我們國民黨在新的這個會期裡面 要求行政院不管是衛福部 實際上說你們出來針對西布特羅案子 去做完整的報告 告訴人民說 這個到底前因後果是怎麼樣 為什麼跟台中當初有差距 我覺得沒有問題 說清楚講明白 對於台灣來說絕對是加分 問題是你們盧宵已經不想講了 我不認為盧市長說會完全到不想講 如果他當初從頭到尾覺得不想講 他根本可以不要公佈 那好沒關係 事已至此 我覺得啦 就是給大家告訴台灣人民說 不管是台中也好 或是全台灣也好 我們上下藍綠一條心 一起把大家食安守好 這個是核心價值 但我就是不太理解 副總召為什麼突然說要來一個 臨時會 他可以說我們會要求第一天 就開醫的時候 如果沒有給我們專案報告 我背一個 這個我認同 就是你總是要有一個完整的報告 可是你沒有進入到這個系統 然後突然跳一個說要臨時會 現在已經開醫了 只是開醫的日子還沒有決定而已 那 決定啦 二十號 二十號 應該就是說 這段時間還沒有開始嘛對不對 那我說老實話 不差這幾天 韓國第一場朝野先生 那個時候要給他 對 你朝野先生都已經講好了 那個時候我們要給他補長 說他處理得不錯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說今天 韓院長已經在前面跟人家講好 包含不管是 真是藍綠白 現在已經決議了 一定是你們國民黨內鬥啦 哈哈哈哈 委員這樣說嚴重了啦 我覺得啦 今天副總召他這樣的說法 告訴台灣人民說 國民黨對食安事件很重視 希望有專案報告 沒有問題 臨時會 我覺得現階段可以不用啦 看著我的眼睛 哈哈哈哈 專案報告沒有問題好不好 欸 方倫 幾十年來 人家今天立法院的職員 包括立法委員 如果碰到院長的話 包括所有的記者 今天都可以拿到紅包 雖然是少少的兩百塊 那是一個喜氣 欸 你議長怎麼會打開 這一點我回去一定跟韓院長報告 叫他趕快發紅包給大家 今天發跟明天發意義就不一樣了 對啦 對啦 今天是開工 開工 掏的空氣 所以大家看 藍委將連署要求陳建仁 瘦肉精專案報告 盧秀燕說尊重 瘦肉精風波 年前燒到年後 盧秀燕說 台中食安政策擰航全國 大家聽到這一句話 網友說 啊 呸呸呸 這樣啦 好 來 諷台中瘦肉精天選之肉 洪森燕說 盧秀燕啊 你想賺政治身樣 結果呢 想摸魚去摸到螃蟹啦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啦 再讓大家看一個比較有意思的 現在藍推國會調查權 熟悉憲政的人士說 你是毀憲擴權 所以國民黨 這個毀憲擴權 包括這個臨時會 突然間的這樣拿出來 大家都在問 蘭寧擬推國會聽證啊 調查 調閱權啊 等等啊 招質疑違憲 朱立寅說 民進黨走倒退路線 是這樣嗎 還有呢 蘭喊國會調查權 要引憲政危機的疑慮 陳菊稱 各院有其職權 尊重憲政體制 所以 憲政體制其實有很多慣例 開工第一天來發紅包 院長出現 讓立法院往前走 這是很重要的慣例 奇怪 韓國瑜怎麼不來 先去問一下 什麼要開林事會 妹妹看不見 先說 這個韓國瑜沒來 有一點意料之外 但是有點意料之衷 因為這秉持他在高雄市長的 這個優良傳統 那我不曉得是不是年節太快樂了 所以今天沒有上工或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這邊有兩點 我們要跟國民黨朋友 這個討教一下 第一個我覺得國民黨不是不知道議事規則嗎 你現在就是已經是開議的日子了 你休會才要開林事會這事情 你故意在幹什麼 你差那三天嗎 你這三天的結果 你傅昆琴是要證明自己很行嗎 那你朝野協商 你自己有牽制 你牽假的嗎 你打臉自己嗎 有差這三天嗎 第二個 我們在想要請教就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有本事要進行在野黨好好監督的話 你應該是順利的讓陳建仁上台 對不對 你就請他這個專案報告嘛 不管是藉著這個施政報告的時候 或者特別在給一個會議 專案報告會議都可以展現你的監督質詢功力 你怎麼會是議事杯葛 讓陳建仁要上不了台呢 這很奇怪 那第三個我覺得這最重要一點是 我覺得全台灣人民都應該都關心一件事情 為什麼就台中發現那一片天選之肉 台中市政府敢誇口自己領航 食安領航全國 那我請問啊 怎麼我們的這個農業部 我們三吹四請的那衛福部說 拜託你把這同批次其他肉送上來檢驗 為什麼你們要悶著頭從一月十五到二月二號 你翻來覆去檢驗二十二次 檢驗到這個肉也都找不到了 都被你們驗光了 你一隻豬其他同批次其他肉 為什麼你不檢驗 所以為什麼用狗你一開始說 這個讓我們會聯想到千面人事件 我沒有說台中市政府去幹千面人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會想到日本這個例子 就是有人這樣專門下毒 這件事情為什麼我說一定重要 他如果只想賺聲量就罷了 有這麼簡單嗎 盧秀苑幹台中市長多少年了 去年這個 就是說今年這個他這個 這個台中市六都選的是非常的好 一定是可能很可能的未來共主 他不需要來賺這個聲量啊 大家不會覺得很蹊蹺嗎 台中市政府應該比誰都想要知道說 這塊肉到底出什麼問題 我說這個事情為什麼正野黨 我希望你們好好監督 執政黨一定要調查出來 為什麼 如果今天是有心人刻意要搞鬼呢 各位有沒有想過 我今天弄你一塊豬肉 我明天在不同的縣市 我弄你一塊雞肉 後天弄你一塊牛肉 大後天弄一些海鮮 你會不會動得人心惶惶呢 單單這個事情 西布特羅這個事情 驗了706件 都沒有事情 這一隻豬其他的部位也都沒有 你就會發現這個事情太蹊蹺了 然後這個事情沒有引起到剛開始人心惶惶 到最後盧學員自己都想翻頁過去 是不是他也覺得怪怪的 因為照理說如果有毒的話 這隻豬其他的部位也都應該會有毒物反應 然後為什麼台中市政府要拒絕 來送同一批其他的肉塊 我們非常的懷疑 這件事情如果不追查的水落石出 我請問你 有心人將來就像我所說的 今天給你搞一個 明天給你搞一個 到最後地方包圍中央 我要求你中央政府 到時候一個部長都沒有 或者賴清德你給我負責怎麼辦 所以這件事情不可等閒逝之啊 所以建議 紅包沒本 放下去印章沒看 放下去人家要翻頁的盧秀燕 國民黨不給他翻頁 這是你的內斗 其實我是覺得整個事情 不發紅包的事情 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議會議長每一年 在開工的當天一定會團敗 我不知道立法院有沒有團敗 團敗在我們民間裡面 其實是一個習俗 比如說我今天我也開工 我開工我也一定要 看到我裡面十幾個 完工的紅包 包括志工頭來 我們團敗都紅包 那我不知道韓國瑜為什麼不願意 第一個韓國瑜可能也認為 我被洗臉了 原則上2月20號開議 開議一定要有一個施政報告 台北市政府一定會來 市長來施政報告 立法院一定是立法院長來施政報告 施政報告前 後 中 隨時都可以安排專案報告 但我相信 可能是韓國瑜 真的認為 我就調好了 你現在還給我出一個外交 那為什麼會這麼做 我個人認為說 傅崑奇有點在公報失仇 你說公報失仇也好 說明稱暗鬥也好 說假公祭司也好 不管如何韓國瑜被洗臉了 第二個有沒有政治上的操作 大家都知道二零二八 第一熱門人選叫盧秀燕 那現在傅崑奇這樣子玩 到底是要給盧秀燕下馬威 還是要告訴他你是某個時間沒有挺我 當總召或當立法院院長 所以這個方面看起來真的是這樣子 但以照整個西布克羅的這個事情來講 我應該講 剛才玉宇講得很好 台唐都告訴台中市政府說我出錢 你幫我再驗一次 台中市政府斷然的拒絕 到了過年前最後一天又出來講說很清楚的說什麼 說這只是一個所謂的個案要翻頁 但看起來出錢的人想要刷 但是你們同志沒想要刷 我告訴所有全國的民眾朋友 大家都想知道這包肉到底問題在哪裡 這個一個實安真的想要知道的事情 我只能說國民黨在你們民政暗鬥裡面 希望你們做出來的事情 要求事情不要成為笑話 你們要鬥韓國瑜要鬥盧秀燕 我們都沒有意見 但對我們來講憲政體制包括立法院 包括我們所有立法院的職工 開開工的紅包的這個這個所謂的福利 因為你韓國瑜個人的韌性 因為你國民黨個人的韌性內鬥 導致於大家的權力都喪失 我覺得這不是我們樂見的事情 所以看到國民黨毀憲 竟然要求立法院可以設一個特徵組 然後呢最離譜的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還怎麼講 我們每一個立委都可以行使特徵組組員的職權 每個人都要變成檢察官 他們每個人都可以行使檢察官 他高興啊就把你叫來 陳總好你那天在講什麼你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叫你來問耶 檢察官是有職權的耶 這是國民黨耶 所以每一個學者都說你們毀憲 國民黨仍然要往前走 就是要毀憲 啊不然你是要怎麼 好像有這一種感覺耶 在這個時候我們要讓大家看 民眾黨 蔡壁如首日到台中市政府上班 曝出他的心聲說 網站更像以前的柯文哲 欸蠻有意思的 他像以前的柯文哲 蔡壁如為什麼像以前的柯文哲呢 我第一天上班 既然都在台灣大道上 就搭公車去吧 有沒有看到柯文哲的影子 搭公車 搭公車有什麼了不起 我常常在搭公車 只不過是我戴著帽子 戴著口罩 我用你們出來而已 為什麼我怕大家來聊天啊 什麼麻煩 搭公車沒有什麼了不起 大家如果看過我 搭公車兩件公車 兩次公車的歷史 你就知道 我是最喜歡搭公車的 但是柯文哲的搭公車 是真的抓到野生部長 還是有人幫忙去抓到野生部長 大家都在問的時候 我們看個相關報導 立法院成為民眾黨的主要舞台 柯文哲也會每週兩次到黨團開會 不過媒體人黃陽明開算 柯文哲從市長變成陽春黨主席 現在不甘寂寞 才會刻意去黨團開會 還樂於跟媒體聊天博聲量 我每天做事的時間都不夠了 還有什麼叫不甘寂寞 重點不是聲量 如果它純粹只有聲量 那去當網紅就可以了 不怕被外界做文章 只不過昔日新婦蔡壁如 正好也是開工日這天 到台中市政府報導 開始擔任有幾職顧問 但市府開工團拜 卻不見蔡壁如人影 今天的是次發線參加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行程 自動參加 蔡壁如相當低調 前一天還在臉書PO文 先說朋友越沉越香 又寫下願你我有情有義 被網友解讀是否在暗示 民眾黨無情無異 天下本無事你知道 都是被你們這些記者搞到有事的 人家寫一篇臉書就寫一篇臉書嘛 你就要給他做特別的解釋 過年後 少時間再跟他聊天 喜日戰友漸行漸遠還是越沉越香 只有柯文哲與蔡壁如兩人最清楚 所以最好玩的我們要再看 蔡壁如的臉書探說 願你我有情有義 掀出了論戰 那網紅柯文哲夫婦 蔡壁如說 我有很多朋友 朋友是越沉越相 越老越好 無需多言 那放誅政壇 誰跟蔡壁如最久 最沉 誰 這個人 所以他說 願你我有情有義 山高水長 結果呢 網友就立庭說 柯文哲還有他的老婆 一天到晚胡說八道 你不知道嗎 跟他講 不過這個時候小草開嗆了 小草是挺柯文哲的 他說 你什麼時候要加入國民黨啊 老是胡說八道啊 謝謝你的忠告 開始攻擊蔡壁如 所以蔡壁如發文 願有情有義引起遐想 柯文哲說 過年後找時間再來聊聊天 因為天下本無事 都是被你們這些記者搞到有事 原來都是你們記者亂搞 記者 原來是你在亂搞 其實 其實 在之前 蔡壁如 在接受瘋傳媒專訪的時候 還講了 講了一個 如果回黨中央會死得很慘 觸善講 然後呢 柯文哲 十二號那天接受聯訪的時候 就講說 都是你們記者搞出來的 這是第二次 就是這個過年期間 柯文哲講第二次 人家寫一篇臉書 你就給人家 都要特別解釋 好啦 回過頭來看這個事情 就很有趣 蔡壁如 蔡壁如 蔡壁如對柯文哲的了解 絕對超過我們所有的人 朋友越成越像 那他最成的朋友當然 最像的朋友當然就是柯文哲 我記得他們兒子是柯文哲求的 而且最主要是 願你我有情有義 有情有義 就是那個願 如果願 那就表示說現在你是無情無義 所以我希望你有情有義 是這個意思嗎 你自然會說這個 為什麼 他寫這個臉書 情人集的臉書 跟在瘋傳媒那個專訪裡面 瘋傳媒那個專訪裡面 我不曉得是不是瘋傳媒的記者故意抓那個 如果是我後來大概也會抓那個 當破體 就是說 你如果今天柯文哲你繼續相信你身邊的這些人 你會比那個新民黨的宋主瑜 泡沫化的更快 這句話很重 很重 很重 那現在柯文哲身邊的是哪些人 黃國昌 黃國昌 黃珊珊 要夠偶像 周余修 戰狼小姐姐 戰狼小姐姐 他們都也算 然後余修 余修現在是接任秘書長 就只有蔡壁如這個系統的人不在 就只有蔡壁如這個系統不在 還有後宮 後宮說 後宮永遠不會改變 如果沒有黃珊珊 民眾黨早就垮了 垮了 這個我也覺得後宮也很特別 後宮還有大後宮小後宮 大後宮是柯媽媽 我們叫太后 太后 後宮通常專子 皇后 兵妃 第三夫人 所以 所以我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件事在想說 那很簡單啊 這個蔡壁如 又不是第一天當政治人物 從2014年踏入政壇開始 他不知道寫這些事情 會被人家做這些解釋跟聯想 當然知道啊 那柯文哲你去講記者幹嘛 對啊 我們現在是沒有新聞了 現在這年輕人的新聞 要讓你去交談 原來全國的記者 都是柯文哲所討厭的對象 你怎麼不叫蔡壁如 跟你那麼熟了 跟了一輩子了 你為什麼不叫蔡壁如 寫的時候寫得白話一點 不要寫得讓人家有解釋的空間 或者乾脆叫蔡壁如 你就不要寫這些 讓人家會去想的事情 那不是更簡單 這是你的血滴子啊 對不對 蔡壁如講說他會死得很慘 柯文哲怎麼對記者講的 白人是死啊 白人死一瓶 哪有可能是他 對不對 蔡壁如學弟子本死 死也都白人 那一天在講這個事情 接受聯訪的時候 旁邊站的是誰 黃國昌啊 他還去讚美黃國昌說 黃國昌只要認真務實 新北新北的事情就會水到渠成呢 所以黃國昌都幫到 慈慧公的錢 要創事啊 太明顯了嘛 可是你這時候對照蔡壁如 慈慧公不是郭台銘嗎 不行啦 慈慧公是大家的啦 大家的 你再對照蔡壁如一個人搭公車 去台中市政府上班 那種感覺就會出來 可是這基本上就是柯營 柯營自己的家務事 我只是比較好奇啦 那蔡壁如還會幫柯文哲 去挑戰六都嗎 這個有意思 怎麼看 蔡壁如這一篇文章 你去幫他看 他說我 我很多朋友 朋友越久 越沉越鄉 我不對 我希望你跟我 這樣有情有義 可以三高水長 說這句都變味了 你知道嗎 對 當然好我朋友很多 我希望我們兩個有情跟有義 可以三高水長 嘿嘿說說不是這句我聽 請我們青龍姐說到這句 我覺得那味都變掉了 那是跟老青人唱什麼 三高水長本在後面 我們通常會接的是後會有期 不過話講一半的時候 這情人節 情人節講這種話 對情人來講是跟情人唱什麼 在政壇來講 他顯然針對柯文哲 這就是要對柯文哲唱什麼 他本地在柯文哲那裡 照理國他們兩個最好 我也不認為柯文哲現在跟蔡壁爐兩個人 什麼關係生變 不至於 我認為應該是蔡壁爐跟整個民眾黨 開玩笑 一個黃珊珊現在辦公室我的隔壁 還有一個黃國昌 這個兩黃 你說蔡壁爐以政治上的一個方法 你說跟他們兩個來比 你說不相上下 但問題是說你叫黃珊珊也好 你叫黃國昌也好 現在像以前這樣說什麼 大家都聽你蔡壁爐的 比較有可能 你如果真的可以再享有以前在一人之下 這樣你現在不用走到台中 但是民眾黨就很學會藍的你 一個藍一棟一個藍一棟 一個藍一棟 旁邊都一直收到尾 演戲而已 演戲喔 他現在去到台中後 既然我告訴你 各十好 各法鬼胎 簡單 相對的 盧秀燕也因為說 這腳來對我就一定讚 白銀 整個國民黨裡面 你們任何人都沒有管到 就只有我盧秀燕有而已 今天要剪 國民黨如果今天要跟民眾黨剪 應該剪不能避免 那就沒辦法的是 萬一要合 我像你盧秀燕一個 你看多聰明就好 你們國民黨 盧秀燕厲害 這個用的蔡壁爐 哪一天要選總統 這個柯文哲也要選總統 蔡壁爐 盧秀燕也要選總統 這個盧秀燕就有蔡壁爐 知道如何去對付柯文哲 對 然後呢 願你我有情有義 三高水長 說來日方長不是 消毒會對 差不多 三高水長 後面四個字 三水消毒會對 消毒會對 差不多這句 差不多這句 我會認為一個問題就是說 從去年 不管在寒藍白河之前 其實就很明確的跟人家講說 我們台中 就是有一個藍白河示範區 對對對 就是蔡壁爐這個選區 很成功 很成功啊 就是當然 以選舉結果來說 對沒錯 蔡壁爐沒有選上 還是讓那個 蔡齊昌繼續連任嘛 那可是以得票數來說 或者是在表現上來說 或者是在所謂的 藍白大團結來說 在台中是很成功的喔 確實有拉台其他區 就是白銀的候選人 白銀的支持者也會覺得說 好 看在你們有挺壁爐的份上 我也願意在北屯投黃劍好 我在其他區投給人 可是你們小草還是出征 蔡壁爐啦 小草出征不干我的事啊 對不對 小草愛出征 又不是第一天的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 其實蔡壁爐 在情人節寫這段 我覺得已經算很有良心了 為什麼 你要看他前一句 他說好朋友越成越香 無需多言 知道見面知道你好 就覺得開心 其實他也在跟柯文哲喊話 我們兩個的關係 雖然現在沒有那麼 以前那麼close 不像以前 天天在急診室的時候 每天爛掉掉 沒有 但是我身為朋友 我知道你好 就很好了 我最近在台語來說 台語片 不用掛掛掛掛掛 你知道以前默片 默片在演的時候 旁邊有個人專門在解釋 默片在演什麼 就演到有一個男的 跟一個女的一對情侶 因為沒有聲音 默片嘛 兩個人在kiss 結果旁邊那個解釋人說 你看 男主角和魯主角 現在浸下去了 浸下去了 一個阿伯 坐在那邊想起 你知道嗎 我看有啦 你不用說啦 小姐也就你說 這叫什麼 願你我有情有義 無需多言 這個就是 什麼意思 那就是看默片 阿伯說 假說話啦 不用說啦 對啊 可是我覺得他把 對 他點出來是告訴 柯文哲說 沒關係我們兩個之間 還是好朋友 但是其他人呢 其他民眾黨 黃珊珊也好 黃國昌也好 或者所謂剛剛講 戰狼小姐姐也好 你們跟這個 壁如姐 這個顧問 你們關係有這麼好嗎 你們有這樣的 這個牽絆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羈絆 如果沒有這樣過去的 這個革命情感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要跟你好來好去 所以我覺得他這句話是跟 柯文哲自己喊話 喔 明明 燒度也對 山高水長 山高水長 路不轉 人轉 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 總會轉到燒度 燒度也對啦 2028我如果支持 盧秀燕你就知道死了啦 會不會這樣子 會不會 你講燒度也對我講 山水有相逢嘛 意思就是這樣嘛 其實我認為 蔡必如心中有怨的 有怨 有怨 如果沒有怨 不會這個樣子 在這之前 他先說什麼 他不只講說泡沫話 如果說都是身邊的人 他之前 不是也放了一些話出來嗎 甚至於說什麼 他都沒有接受到邀請啊 春酒啊什麼什麼的 尾牙都沒有邀請他嘛 這些東西都表示他的怨 那個怨從什麼時候開始 為什麼 同樣都不分區 你無姓贏去選副總統了 然後我就被發配到邊疆去 然後我曾經是你柯文哲的血滴子 你在台詐也就只有我這麼一個心腹 我曾經我本有心向明月 我跟天下招告 我餘生最大願望就是要把你柯文哲送進總統府 可是現在你有了心歡叫做黃珊珊 叫做黃國昭 然後我就被發配到邊疆 所以明月照勾曲了 對明月照勾曲 而且我告訴你 不只照勾曲 旁邊愛河也來到老了啦 那個那個後宮那邊講說 誇獎沒有黃珊珊就滅黨了 那誰不知道黃珊珊跟蔡壁如兩個不合呢 那就蔡壁如戲頭被清出去 心中沒有怨嗎 當然有怨 所以我覺得是一種含蓄的表達 那小草門呢 也自己就對號入座了 開始罵起蔡壁如來了 那這個蔡壁如他可以有一個 就像方倫給他一個善意的解釋 不是要嗆瞎柯文哲 可是小草門就認為你在嗆瞎 我覺得蔡壁如本來就心中有怨 可是我也認為三十幾年的感情 他也不是說變就變 他性格我認為跟柯文哲有點不一樣 柯文哲是絕對的利己主義 絕對的工具主義者 任何人都可以是他的工具 我認為包括蔡壁如在內 可是現在蔡壁如你階段性任務完成了 看起來黃國昌可以征戰啊 黃珊珊比你有用啊 所以你就先到一邊去 反正你跟我三十幾年你也跑不掉嘛 可是對蔡壁如來講 他也不能一下子跟柯文哲翻臉 一方面有一點感情的羈絆 二方面一下子翻臉對他也不好 所以我也認為是各取所需 一方面對盧秀燕就是兩個好處 一個好處就是白銀的群眾吸引過來 第二個就是用狗講的最重要的一點 你柯文哲 你幾千幾兩千什麼 多少的事情蔡壁如最清楚 我握著蔡壁如這個手中的王牌 我就有了什麼 那對蔡壁如來講 他也需要台中這塊陣地啊 他也是喊話 欸你們這些人不要高興啊 我後面有個大諸侯叫盧秀燕欸 我如果倒過去的話 你柯文哲好過嗎 所以這方面是大家各有過招 但是我認為啦 彼此有一點點心結 否則柯文哲也不必說過完年以後再找他 過年的時候大家都放假 你為什麼不找 所以在這裡面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內鬥 大家可以繼續看下去 過年放假可以去找蔡壁如談啊 你柯文哲可以去找啊 為什麼過年就不找 要過完年才找 不過也給蔡壁如 一句話 這蘇東坡的話 說天涯何處無芳草 枝上柳綿摧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 你已經找到芳草了 盧秀燕 怕什麼 這塊沒有魚 那塊中 對不對 有你啦 委員 蔡壁 這塊沒有魚 那塊中 蔡壁魚 壁魚 說一下 壁魚 他沒說壁魚兩次 因為盧秀燕已經是大概 在國民黨未來總統的儲備人選了 去盧秀燕那裡 我覺得說這個各取所需的狀態是最符合的 因為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現在有辦法幫他掌握聲量 確實是在黃國昌啊 黃珊珊啊 幫他創造聲量 因為柯文哲他沒聲量 他就害他了嘛 確實蔡壁魚過去 在這幾年 我看到蔡壁魚是很認真喔 我們在立法院跟他同事的時候 他是開始 他是真的真的真的 幫柯文哲在建議組織的 包括現在民眾黨的很多的黨員 事實上都是蔡壁魚去號召來的 這個我也可以證明 這個我想大家都知道啦 我在南部很多公廟 我都看到了蔡壁魚在跑 他就是下去經營嘛 所以你看事實上 從民眾黨有幾波的事件 包括說他有幾個中常委 然後都說 過年前都說我要辭掉了 因為我覺得柯文哲在開會的時候 沒有重視我們 結果這些辭掉的 我們也看不到柯文哲說 不要啦不要啦 老了啦 他也沒有衛留嘛 他也沒什麼衛留 那就是那些都跑了 如果走也沒有 我判斷啦 這些離開的 有可能是蔡壁魚當年去 經營來的一個組織 那柯文哲也覺得 既然這一些 他現在心就沒在我這裡 你要走沒關係 但是呢 重點就是 如果蔡壁魚他真的覺得說 他跟柯文哲 這個山水有相同 是有對的 願你我有情有義 他大可以離開民眾黨 不過是這樣子 你可以說我就離開民眾黨 我就變無黨 然後我變無黨的身份 到盧秀燕那裡 這看起來好像盧秀燕 以國民黨的身份 更加不換我們騎 表示是說 小草在問了 你什麼時候要加入國民黨 蔡壁如 對啊 所以這就管給了這裡 那蔡壁如沒有選擇這樣做 表示他也知道他現在民眾黨這個身份 對未來整個政局的變化 他有一天哪一天雙簧 不再被柯文哲重視的時候 允許蔡壁如的起義來歸了 還要回去 還要回去 這都該說 這不行 我給蔡壁如一些建議 剛剛講的 至上柳棉催又少 天涯何處無芳草 你可以去找盧秀燕 不過對於柯文哲 我對蔡壁如還說 一句一樣蘇東坡的話 交給你 叫做什麼 唉 牆裡秋千牆外道 牆外行人 牆裡家人笑 你這牆裡的黃珊珊 黃國昌家人在笑 牆裡家人笑 笑見不聞聲見敲 多情總被無情老 會走 趕走啦 這樣有立不 來 正義 我是覺得 衛生的角度來講 如果是以當天 昨天情人節的情人感覺起來 有點是恐怖情人在告訴你說 沒關係 你對我這樣子 好 我們笑嘴會對 但以政治的角度來這裡 叫做唱聲 沒關係啦 你要這樣做到無情無意 絕情絕意 你不要怪我 笑嘴會對啦 笑嘴會對 第三個其實大家 你們剛才前面所講的 我部分 我大部分認同 但是有一個角度 蔡壁如這樣的做法 第一 讓盧秀燕要邀請他當市政顧問 是海納百川 百黨有夠大 但是照柯文哲來講 他變相的 如果說真的 他對民眾黨真的切心嗎 退出就好了嘛 可是他又不退出 看起來 柯文哲自從立法院院長選完 其實他就沒有聲量 他現在都記在所謂的民眾黨的黨團裡面 連民眾黨黨團裡面要總 那個政黨協商要討論什麼 他都要參與 代表他沒聲量了 那蔡壁如今天的做法 其實無非讓大家再去討論柯文哲 不管真的有情有義 或者是無情無意 但換個角度 蔡壁如自己增長了什麼 他的重要性 以及他未來談判的籌碼 我只能說 為什麼柯文哲過年時間不去找蔡壁如談 我們的後宮皇后不同意啊 我們第三部人不同意啊 過去的瘋瘋瘋瘋 大家都不要管他是真的 今天過年期間 柯文哲又要認為一個黨主席 我要到處發紅包 發紅包的時候 我立委一定要跟在我旁邊 這很奇怪 我覺得這種畫面很奇怪 所以這樣的做法 以蔡壁如來講 今天叫做一箭雙雕 蔡壁如才是真正的大內高手 為什麼 你看他現在所操作的東西 柯文哲坐公車 蔡壁如也坐公車 奇怪 那三月三個瘋瘋瘋 蔡壁如你要不要再出來瘋瘋瘋 所以我感覺 有 黃珊珊已經去瘋瘋瘋了 黃珊珊在過年的時候 他跑到很多馬祖廟去拜拜 我先讓大家知道 因為有很多馬祖廟我都去拜拜 人家跟我說 等一下黃珊珊要來 我說好 知道我先來 所以這樣看起來就很清楚了 柯文哲在做操作 二零二八他絕對不會缺席他參選到底 那我也告訴蔡壁如 蔡姐 以前我都叫他蔡姐 我直接跟你說很簡單的 與其你要送有人 要送人家進總統府 我相信國民黨的盧秀燕 或許比柯文哲的機會大 那我建議你一件事情 蔡姐很簡單 增加你的聲量也是說原則上 你要再去討論柯文哲的情況下 記得好馬不吃回頭草 你就不用再回去 有你啦 笑見不聞聲見敲 人家笑聲是黃國昌 跟黃珊珊在笑 所以搶你家人笑 那個家人已經沒有你了 只見新人笑不見舊人 笑見不聞聲見敲 多情總被無情郎 所以不必佔那麼多情 算了 該走就走 這蠻有意思的 對 這是我對蔡壁如很誠懇的建議 好 不過在這裡我們要看一下中國 中國最近 比較有些真沒道理的事情 中國有一條船 本次涉案的這條船 屬於山無的船舶 什麼叫山無船舶 沒有船名 一隻尊不尊名 我告訴大家啦 在國際法上 沒有船名 沒有船舶證書 沒有船集港的登記 這個叫什麼 海盜船 海盜船 在我們的國際海洋法 1982年聯合過海洋法公約裡面 這個叫海盜船 海盜船有一個特質 任何國家都可以逮捕 我再講一遍喔 海盜船任何國家都可以逮捕 因為它是國際公罪 這樣聽我喔 連日越界 蛇行朵察機 跑到我們這裡來捕魚 是屬於山無的船舶 中國船拒捕 四落水兩溺斃 它因為拒捕 所以自己翻船自己溺水 可不是我們海巡署造成的喔 我要先講喔 所以 它如果是山無船舶 在國際法上 在海洋法上 是屬於海盜船 請問 你中國可以這樣說嗎 中國可以有什麼問題嗎 我們看看相關報道 海巡人員下水奮力拉起 失去生命跡上的落水中國漁民 翻船的是中國籍的無名船 上頭原先有四個人都是中國籍 趁這大年初 偷偷闖入金門北定島1.2里海域 越界捕魚 被海巡發信追捕 緊急失下 快艇蛇行 落跑意外翻覆 有兩人緊急送醫 還是搶救不治 另外兩人生命跡上穩定 由金門海巡對待回調查 據了解四人都不是福建漁民 有兩人分別是四川貴州到福建打工 彼此不熟 初步懷疑他們只有受雇 越界收漁網 跟海巡署跟對岸都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繫 那我們也及時的讓他們知道相關的情形 再想好好談可沒這麼容易 因為國台辦對越界勢而不見 還反撐著嚴重傷害兩岸同胞感情 表達成列譴責 陸委會回撐海巡人員依法執行勤務 並無不當 這真的是不折不扣的 叫做掛打假收金 真正造成問題的就是中方疏於管制 疏於管理 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放縱 這完全是顛倒因果 中國惡人先購狀陸委會聲表遺憾 只盼對岸能約束民眾類似越界行為 讓大家看中國船闖金門海域 躲海巡追擊翻覆二死 邱泰山陸委會主委說 調查一有結果就會通知對岸 包括立法院還有柯文哲講話 柯文哲說兩岸問題最好是能夠坐下來談 大家總是要找一套規則出來 避免這種事情再度發生 沒有人願意發生這種事啊 是因為中國的這個三無的船 沒有船沒有船名 沒有船舶證書 沒有船集沒有船集港登記 就跑到這裡來 這屬於國際法上屬於海盜船 當然我們要去查集啊 當然要去追集啊 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可以追集 結果國台辦發言人罵了 他說哦 哎呀民進黨以各種理由藉口查扣中國漁船 這是導致惡性事件發生的主要原因 你看開始啦 胡錫進怎麼講 無論漁業是什麼規則 其做法結果都是不可接受的 這是兩條人命啊 問題是人命不是中國 不是台灣造成的啊 是你們中國自己造成的啊 中國的網民開始都講了 不能只是譴責要嚴懲兇手 收復台灣 齁用這個當理由 所以我說這個是屬於海盜船 我再講一遍 可以這樣子處理嗎 可以這樣子來講嗎 所以怎麼來看呢 我們這裡有律師來 你就用我們國來就好了 我當港那裡 你看看我們那時候 那時候你看 鑽的鑫鑫 鑽頭鑽尾 譬如說這隻 叫做瑞雄號 你不要那時候 原諒一轉處理之後 風吹雨打 那是落差你知道嗎 落差你如果落到沒看完之後 笑拍謝 進來之後 你的瑞雄號 發了五十萬 全世界每一個國家裡面 針對 他自己的船舶的一個管理 第一個一看到的是 這隻叫做瑞雄號 這隻建議號 這隻有賣 但是 看到你有船名料 你的船舶正式 我看看 你有過期嗎 你這隻從哪一個國家管轄的 而且船旗 船旗的國旗一定要有 只能有單一國旗 你不可以不掛國旗 不掛國旗 就是海盜船 掛兩面以上的國旗 也是海盜船 我讓大家知道 你這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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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本來像這種三五的 沒有船級港的 沒有登記的 很簡單 不是台灣在執法 連中國那個地方 都把它列為說 台灣 我們把它列為 共同打擊的一個對象 想要把我們散床 要把你走 要把你減渣 攔檢 又不需要插爛 又蛇行 要把你走 你去白馬國 你去美國 你去南馬 你走就把你開炮了 所以中國講這個沒有道理 我們都不希望發生這種不幸 但是面對這一種 為了我去問媽祖 又經過我的令義 你又要把你攔檢 你再選 又沒有名 你如果都選了 假設 我們這組都叫做海巡 等一下 你做海巡署 社長問說 這隻船怎麼叫三名 你有攔檢嗎 這隻叫三名 我也不知道 社長我不知道 都沒有出名 社長要下台 你怎麼處理 我們早就都看 想這也關禁閉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社長 回報我這隻叫什麼名 我說我不知道 我就任何處置都沒有 不知道 在我委員就說 你社長不知道 社長要下台 所以說 這社長很難做 所以說 所以中國看這個 一點 這個在全世界各國 中國都站不住腳 所以妹妹 你是讀中國關係的 欸 中國這個 是很不得力 他們這種船 常常這樣子 你看抽沙船 把我們金門 馬祖海域的海沙 抽走以後 造成我們海岸線 整個的退縮 我們以前 我當兵時候在金門的 那一些碉堡 全部調到海裡去 欸 人家說是惡心的 對 其實是 事實上它就是所謂的 三無船舶嘛 沒有船名 然後沒有船舶登記證 也沒有船籍港的登記 都沒有 船舶證書這些都沒有 那本來依照這個 依法就是應該去來 這個來 可以來進行驅離 或是扣留他的船之物品 或留置人員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也有相當規定 所以我們為了保衛我們的漁民 保衛我們的國土的安全 我們的領海安全 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更換他已經進入了 不只是進那個 限制水域 是禁止水域 他都進去了還蛇行 所以如果不執法 才是我們的失職嘛 這第一點嘛 第二點 這是你中國自己放縱耶 你們自己多少越界 這樣子的來侵犯我們的水域 單單今年二月 各位知道海巡署出動了 驅離了多少艘次嗎 213艘 二月喔 擔當二月 那平常已經是貧於奔命了 第三我必須要講 我覺得中國是非常的惡劣啦 你今天沒有好好管理自己 坐賊的喊坐賊 道國為英 國台辦講那個什麼話 然後開始他們的網民們就在那邊燒 胡錫進裡面講鬼話 兩條人命耶 什麼什麼 然後我們自己又報紙 轉他們的報導 哇 講的好事情 我們多麼草菅人命一樣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的惡劣 這是中國自己應該要管理自己漁民 非法越界的問題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其實我們台灣這邊是本來就是兩岸互相互相有幫助 都基於人道關懷 這一次本來海巡這邊就有搶救 只是說很遺憾的四條人命救回兩條 兩條不治 可是各位知道嗎 就在去年12月22號的時候 也發生他們自己的船籍沉默耶 結果我們海巡派船耶 72小時在那邊待命應變耶 然後包括國台辦說什麼什麼 說他們協助我們 然後講好像民進黨政府對他們怎麼樣怎麼樣 錯了 我們不管是中部水域 或者是澎湖 金門馬祖這些離島 漁民他們的漁民有請求的時候 我們都讓他們避風避險 所以我會覺得很遺憾是 這件事情國台辦作賊和作賊 更遺憾的是 我們這邊有人跟隨著他們 那他們為什麼大做這個文章 我認為是因為中國經濟情勢太糟了 政治情勢太糟了 所以在燃燒民族主義 所以在那邊鼓動這個情緒 但是我就要反問胡錫進 我要反問國台辦 你們什麼時候珍惜過人民 你們當時為了要護 習近平的雄安心區 結果水淹的幹州一大堆地方淹死多少條人命 鄭州出大水 結果那些官僚們 只要跟習近平有關係的 全部都沒有事情 誰給這些人民一條答案 可是今天抓著這個越界的漁船 然後在那邊大做文章 拿著他們的民族主義 偏偏我們有媒體來暢和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 非常在炒作輿論 兩岸關係這麼險峻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方面 我們要正視的 尤其有些媒體這樣子跟風 轉他們報導 真的是我們也應該於於譴責 我要讓大家了解說 陸委會第一時間出來講 因為整個事情查清楚以後 海巡署的處置並無不當 因為這是三無船舶 在法律上 在國際法上 它本來就是海盜船 可以視為海盜船 任何國家都可以逮捕 可以登船 可以領檢 這個是國際海航法裡面所規定 所以方倫 這個 開始要來 訴諸民族主義 上面的兩條人命什麼 人命我們都很重視 我們很遺憾 這種事情發生 我們非常遺憾 也非常不捨 也認為說以後不要發生這種事 是最好 我們當然是這樣想 但是用這個 想要訴諸 用這個來當作打擊台灣的工具 沒道理 我先講 如果今天我們的海巡署 看到他們翻覆了 我們沒有施予救援 或者是我們就放任 怎麼樣造成了這條人命 這兩條人命 離開我們 誰都不願意 我覺得也應該譴責 可是回過頭來 今天我覺得 我們的海巡署 有做到該做的事情 四個人馬上救啊 該救的就救啊 是啊 對 馬上送醫院啊 對啊沒有錯 所以部長剛剛講的 如果今天我們 第一我們沒有攻擊 我們就是易規定驅離 你們自己越界了 沒什麼好說的 該驅離就驅離 你們發生意外了 我們也就靠近 然後確認無誤之後 然後把你們做營救 也很盡力的 我們的醫護人員 也搶救了兩條人命回來 那請問一下 我覺得今天我們海巡署 做了應該做的事情 剩下的我覺得 你再去苛責 我們的第一線 執勤的公務人員 是非常不道德的事情 當然我覺得 他們的官方一定要講說 我們這兩條人命很珍貴 可是必須也要回頭去看看 他們今天的行為是什麼 今天的行為 如果是你在 你應該有的捕魚的區域 我們越界去處理你 那你批評我 應該 不好意思 沒有我們在 是你們今天越界 你們為了躲避 為了不被抓到 為了不要被 不管是拘留 甚至是罰錢 或者是什麼船舶被扣留 可是你們今天就是為了躲避這個 才發生這樣的意外 發生這樣的慘案 該去盜竊的 應該是這個船東 應該是這個負責人 所以我們看到了這個事件 也同時要來看看 中國的一些問題 觀光署停止附中旅行團 我們為什麼要停止附中旅行團 因為邱太宰說 求在中國 因為停染附中旅行團 王國才說 對中國的惡意行為 我們做出不得不的宣布 因為附中旅行團的停召 原因是什麼 綠委曝出的關鍵是 台灣打開門 要讓你們來 結果中國卻大甩門 不讓他們來 我們當時講說 我們讓你中國人來台灣觀光 你中國政府不放啊 我們台灣民眾 我們讓他去中國觀光 已經開始放了 中國就是不放 所以呢 這個時候 中國觀光業慘淡 旅行社接待遊客 不到疫情前的一程 中國的外交部極喊話 希望我們去 那你們為什麼不讓 中國也來呢 所以大家在問這一些啊 所以從這裡來講 顯然 這個 中國旅行團的不能去 求是在中國 所以如果這樣子講 一語怎麼來看呢 我想齁 呃 這個就是一個平等原則啦 這個全世界就是這樣嘛 互惠 就是說我們開放了 呃 中國的人 可以來台灣來組團觀光 齁 那我們開放啊 相對的中國也應該一樣的道理 大家就講白嘛 齁 啊 就是兩個齁 齁 你說縱使是說在國際上 對於國家之間有什麼爭議 至少大家就是一個平等 然後大家願意說 好就這個觀光的事情 大家來講 啊 其實你中國都是片面耶 就說啊 我現在要讓你去 明天開始我不要讓你去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也採取 呃 同樣的就是說好 那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也關閉 啊關閉的話 我相信中國比較痛啦 你看 你看看 到底你這一些台灣過去到中國去玩 齁 然後就中國去組團去 那現在關閉 你看現在大家都齁 這些旅行色列 大家都也 都也開始要求救了 開始在到處去找人陳情 但是咧 我覺得在這件事情上 陸委會這樣做是正確的 因為 跟中國的關係 台灣不能我們一昧的就是說 啊我們好像只能去求他 然後去拜託 那如果中國不給的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我覺得說 在這一點上 我們應該要踩住 我們自己應該要有的一個底線 那中國他都片面的去更改 兩岸的一個關係 事實上這樣的一個結果 就是讓中國他越走越下 大家也要清楚說 事實上這件事情 球就是在中國上面 所以董浩 我們來看這次觀光團的事情 欸 中國外交部集喊話說 希望大家可以去中國觀光 那你為什麼不開放 不開放你們中國人到台灣觀光呢 你把剛才那個金門漁船的事情 合在一起看 就可以知道嘛 有些東西是不是 就是你國台辦 要面對現實 為什麼講這個事情 那天新聞發生的時候 我就看聯合報 那四個中國漁民 好像都是四川的 不是很懂閩南語 也就是說他不是福建廈門那邊當地的人 然後他就是沒有牌照的船的快艇 如果是本 如果是廈門那一代的本地人的話 他大概知道不會幹這個事情 也就是說受僱的人 找了外地的人 到了福建廈門這附近 叫他們去做這件事情 喔 你說那個快艇到底能撈什麼魚 我是搞不懂 這個我不是很懂 還是可以啦 因為他很多的漁網還是可以處理 可是 顯然本地人不願意冒這個險 你知道從四川 從貴州找人嘛 所以這中國的經濟險 在這裡出大問題 對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你到時候 你要怪說我們海巡署 是你們自己內部的那邊的人 先違法 然後你要用 你因為你違法被抓到了 然後後來還因為拒捕 鬧出人命 然後你要怪我這邊 你在看那個副總旅遊團員也是一樣 反正現在暫緩嘛 暫停嘛 也不會永久啦 大家大家來互動看看嘛 我覺得就是互動 互動看看啊 能不能心平氣和 大家先面對問題 互惠啦 這才是重點嘛 建議 是 我個人感覺齁 剛才在說到那個漁船的事情 很簡單 比如說 有一個車在我們台北市裡面 沒有掛大牌 警察會不會去追 警察追他就跑 如果他真的是沒有問題的 他一定會跟警察來解釋 可是呢 他跑了 我們當然追 追了以後 結果呢 發生了事故 警察救不救 救嘛 那看起來這個事情 整個因果關係 看起來主要是他們跑的問題嘛 他蛇行 他弄電話挑啦 對啊 所以喔 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其實他是有計畫性的大內宣 這我告訴你 那至於說觀光客人來到台灣的部分 我個人認為 請國人要記得一件事情 他們的飛機每天還在繞 五零三的航線的部分還在走 還在吃我們台灣的豆腐 我覺得我們的陸委會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我們的觀光局做這樣的一個宣布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要維護我們台灣人的基本尊嚴 不能整天把我們侵犯 還要叫我們錢賺 還沒有我們台灣人去觀光 我覺得這沒道理 所以以照這樣來講 對 沒錯 這樣做是對的 維護台灣人的尊嚴 司翁 觀光署停止附中旅行團 剛好而已嘛 本來就是剛剛好而已 因為你沒有護費嘛 我們本來在年初我們是決議年後 現在的團客 台灣的團客可以去 現在自由行都沒有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團客 我們本地的國際說 好我台灣的團客 可以去中國那裡 中國去探 去觀光 去那些社會去探 這要復會 結果呢 如果中國 為什麼台灣會再來把它終止掉 就很簡單嘛 就是說本地要開放 過年又要開放就是這樣 那個M503那個部分 你對台灣 實在 頭前那個 弄有斷交 跟我們斷交 中國去操作 M503 對台灣影響衝擊太大 你總不能說 叫台灣說 你要賺我的 你要賺我的 那個 我的人民幣 不好意思 共機 我要去 M503 輸在我 政府還是要一定的一個作為 所以你這個團客說不讓它 開放不讓我們台灣的團客 到中國去 你要想嘛 我們開放 中國也不讓人來 收費 收過多 這個還好 還是錢的問題 最主要是 外交上給我們打壓 還有對我們整個國家的一個安全 對我們產生這麼大的一個影響 我們又在那裡說 來啦 只要人民幣給我賺就好 人民幣給我賺就好 政府你不要管我 那不可以了 所以我們看到了 台灣去年研議開放兩岸觀光 可是中國沒有